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着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 其中在第五章的44节 耶稣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上一周我们讲到说 耶稣说我们不要与恶人作对 不要存报复的心态 而这一节 听起来好像又更困难了 不仅是不要报复对方 还要爱对方 为他祷告呢 是 主说要爱仇敌啊 为逼迫我们的祷告 其实他都已经是我们的仇敌了 仇敌就是用来恨的嘛 怎么会拿来爱呢 但是主耶稣这句话其实 他就教导我们一件事了 这件事就是 爱其实是一种决定 不是一种感觉 爱不是一种感觉 而是一种内心当中的决定 我决定要去爱他 所以不管我感觉我喜不喜欢他 我讨不讨厌他 我恨不恨他 基本上呢 主要我们做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就是决定要去爱 爱呢 它真正的意义也不是说 我们怎么样能够很顺利啊 怎么样去爱我们喜欢的 这个爱其实也不是那一种顺其自然 或者是顺对方的心意 其实爱最主要 最简单的说法也可以这样说 就是你凡事要愿意为他想 你凡事要愿意为他想 在罗马书五章十节那里 上帝为什么说我们要爱仇敌 为逼迫我们的祷告呢 因为罗马书五章十节那边 使徒保罗告诉我们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 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也就是说呢 使徒保罗说 我们也曾经做过仇敌 而且是神的仇敌 哦 那我们做神仇敌的时候 神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呢 神法是 神为我们舍命 对 祂爱我们 然后呢 用祂儿子的命来换我们的命 所以这是祂对待仇敌的方式 当时候我们还不爱神 当时我们还是神的仇敌 神就已经这样爱我们了 那上帝希望我们可以如此效法祂 效法祂学习爱仇敌 哦 所以这是上帝的心意 哦 也是上帝的性情 上帝的性格 面对仇敌的时候 特别是像我们曾经是上帝的仇敌 上帝也仍然以爱来相待 以爱来对待我们 所以我们要成为 愿意效法上帝的那个爱的使者 即使祂是仇敌 我也仍然要爱祂 而这个爱我们可以从神而来的 求神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有能力 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所以第一首诗歌 就让我们用这一首来向神祷告 愿神帮助我们 因为祂是我们永远的依靠 一起来听约束亚乐团的这首 永远的依靠 每当我面对风浪 你总在我身旁 神明复分与我分享 更深的渴望 每当有困境阻挡 你只一步摇晃 使我心中满有平安 充满无限希望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牵手信心来宣告 我只是尽力你 绝能的力量 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牵手信心来宣告 当我来全心敬拜 神机就在不远前方 每当我面对风浪 你总在我身旁 神明复分与我分享 更深的渴望 每当有困境阻挡 你只一步摇晃 使我心中满有平安 充满无限希望 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牵手信心来宣告 我只是尽力你 绝能的力量 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 牵手信心来宣告 当我来全心敬拜 神机就在不远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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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是我们永远的依靠 就算是当我们觉得我们不行的时候 我们讲到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44节 耶稣说我们要爱仇敌 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的去爱仇敌呢 许多时候我们连在我们身边的亲人 我们所心爱的爱人 可能都会有爱不下去的时候 那更别说这个仇敌了 我们如何能够爱下去呢 所以其实是很困难的事情 那不过我想 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标准 这个标准就是 我们不要用恶 不要用作恶的方式去彼此对待 我们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没有错 但是身为上帝的儿女 身为爱的门徒 我们应该要彰显上帝的爱 所以彰显上帝的爱 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别人若有需要 你就提供给他 别人若有需要 你就帮助他 不管他是你喜欢的人 或是你不喜欢的人 只要他有需要 你就帮助他 所以圣经才会说 你的仇敌若饿了 他有需要 该怎么做呢 就给他吃 你的仇敌若渴了 怎么办 就给他喝 你的仇敌如果 这个说他希望 多走一里路 你就陪他多走一里路 他希望要你的礼仪 他有需要 你就连外衣都给他 他可能向你借贷 那你就借给他 当然在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 有些东西是需要去更加深入的去思考 例如说 我这样借给他 对不对 我这样 把这个东西拿给他 会不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真的是这个人真正需要的吗 对 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好好地思考说 他所要求的 是不是真的是他需要的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标准 就是说 我们如何爱人呢 最主要就是当他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给他 不管他是我喜欢的人 或是不喜欢的人 都是如此 是 而神对我们的爱就是 给我们我们真正需要的 他对我们的爱是 毫不保留的爱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跟云秀哥 用这首诗歌来和您分享 爱是不保留 常听说世上爱无常就 哪里会有爱的尽头 石头 世上爱的尽头 世上的爱之孆 曾经拥有 梦幻泼灭 隐无综 而我却相信 爱是很久 哪里会有 抑 apologis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常听说世上爱无常就 哪里会有爱的尽头 世俗的爱之求曾经拥有 梦幻破灭因无踪 而我却相信爱是很久 遇见了你一无所求 无法言语乃一书说定爱 千秋万世人长存不休 谁能受痛苦被悬挂在墓头 至高的爱尽现与此传定手 保险永留写命爱无保留 永恒无尽的爱到万世不休 为愿献上生命全归主所有 要将一切交易与我主的手 我已决定今生别无所求 只愿得主称赞亦足够 谁能受痛苦被悬挂在墓头 至高的爱尽现与此传定手 保险永留写命爱无保留 永恒无尽的爱到万世不休 为愿献上生命全归主所有 要将一切交给予我主的手 我已决定今生别无所求 只愿得主称赞亦足够 也就是说我们要效法他 所以他在世上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 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依靠着他行出来 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从神来的爱 包括面对那一些不可爱的人 面对那一些逼迫我们的人 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四十四节 耶稣有特别说到 要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 宇宙哥我们可以怎么样为他们祷告呢 首先呢 延续刚才所说的 我们可以为他们生命当中的需要祷告 他们如果真的有缺乏 为他们的缺乏祷告 他们有软弱 为他们的软弱祷告 当然如果他们是我们的仇敌 我们会为什么会觉得他是仇敌呢 可能他做了伤害我们的事情 那么我们也应该要效法主耶稣的方式 主要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也许这个不晓得 不是真的不晓得 而是他们没有办法胜过罪 没有办法去做那个真正上帝喜悦的事情 我们要为他们的灵魂祷告 求神能够挽回他们 其实对我们来说 这虽然很难啊 但是这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希望所有的人 都能够回转到他的面前 他不愿一人沉沦 愿人人都悔改 那固然我们被伤害的时候 我们很痛苦 但求主也帮助我们 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能够体会上帝的心意 上帝渴望人能够回转 他并不希望恶人灭亡 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 当我们面对仇敌 当我们面对恶人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为他祷告 为他的需要 为他的回转 为他的软弱 为他的罪的回转 跟悔改来祷告 而且我们在这过程当中 我们绝对不是独自一人的 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孩子 我们也许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 觉得很挫折 很失败 或者是很沮丧 但是我们可以放心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 这一首诗歌 神的孩子 神的孩子 不要沮丧 拘牧 向上望 神在天上 不分 昼夜 时时看顾你 随于艰难 随有愁苦 仍在他手里 他比较晚 是互相效力 是你父辈满意 不要看环境 不看自己 反转心依靠 他的比重新得力 每个祷告声都吹听 千万别放弃 永远不要忘记 你要忠心走到底 神的孩子 不要沮丧 拘牧 向上望 神在天上 不分 周焉 时时看顾你 随于艰难 随于愁苦 仍在他手里 他比较晚 是互相效力 使你父辈满意 不要看环境 不看自己 反转心依靠 他的比重新得力 每个祷告声都吹听 千万别放弃 永远不要忘记 你要忠心走到底 不要看环境 不看自己 反转心依靠 他的比重新得力 神的孩子 在主爱中的向他 安息 永远不要忘记 你是神所爱孩子 祝你 我尽肯 你 在主爱中的 你 也 有